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今晚 路透社忽然間就有一篇獨家報道的猛料 他們引述了四名消息人士所說 說美國打算對台灣大幅加碼出售武器 而且還一次過出售夠七種武器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這四名消息人士說到 說隨著特朗普不斷加大力度對中國施壓 美國當局打算向台灣出售七種主要武器 包括地雷、巡航導彈和無人機 現在美國一鋪過對台灣出售七武器 其實已經打破過往的慣例 因為以往美國對台售武 一般來說都是分散式來進行 逐點逐點賣 每次不會賣太多東西 並且要通過謹慎規劃 原因很簡單 就是要避免因為對台售武 而激起大陸政府的強烈反應 以及降低與大陸政府的緊張關係 現在特朗普這樣一鋪過操作 明顯地就是不再看大陸面色 也不再給大陸面色 根據路透社的獨家報道所說 有三位了解交易情況的消息人士表示 有三個軍售案正在走出口流程 預計將會在幾個星期內 就會通報給美國國會 而另一位業內消息人士說到 說國務卿蓬佩奧 今個星期就會將這些方案 向特朗普回報 其中部分交易 台灣早在一年多以前已經提出 但直到現在才走到審批程序 路透社也引述美國一位高級官員提到 說目前台灣海峽已經沒有平衡 有的只是失衡 他認為這樣很危險 而隨著中國軍方在台海 採取越來越激進的行動 美國一直都希望 藉由國防部的堡壘台灣計劃 對中國形成一種軍事制衡 現在美國對台出售七武器 就是要加強第一島鏈的防衛能力 而且美國不只是對台售沒有那麼簡單 而是有一連串的軍事行動來配合 首先來說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柏在八月尾的時候 曾經山牆水遠坐十幾個小時飛機 白樓是位於哪裏呢 其實是位於太平洋的第二島鏈的小國 白樓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邦交國 在到訪期間 埃斯柏是會見了白樓總統雷蒙傑索 而雷蒙傑索透露 說在這個會面當中 他親自向埃斯柏遞交了一封信件 這封信件其實是說到 說白樓歡迎美方在島上興建美軍基地 港口、機場等的軍事設施 而且他還說到 說白樓對於美軍的要求很簡單 就是當這些軍事設施建好以後 美軍能夠定期使用 白樓總統的這番說法 都已經說得相當怒骨 目的很簡單 只有一個就是對抗中國 為何白樓會這麼不老理中國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中國已經在太平洋的樹 連續撬走了兩個台灣的邦交國 分別就是吉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 但是當他們要對白樓下手的時候 白樓竟然之間是企硬 不為中國的五斗米而折腰 不肯轉投中國的懷抱 繼續跟台灣方面建交 於是中國就採取了一些經濟手段 就算是懲罰白樓 是甚麼手段呢 就是自從2018年開始 大陸政府下令旅行社 要全面封殺白樓的旅遊行程 由於白樓這個賭國 有超過四成的GDP 都是依靠旅遊業的收益 大陸旅客大幅下跌的時候 當然會對於當地的旅遊業重創 而且使得當地的旅遊收入大幅下降 自此白樓和中國的嚴隙 日益加深 現在白樓還索性邀請美軍進駐 第二件事 就是埃斯柏去到關島訪問的時候 其實會見了日本的防衛大臣何野太郎 兩個人在會上談些甚麼呢 他們就著中國在東海和南海 針對鄰國的軍事活動交換意見 而且還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就是釐清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範圍 在會後 河野太郎透露 說美日雙方都同意 安保條約是適用於有主權爭議的釣魚台 即日方稱之為尖角諸島那個 其實在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釣魚台一直處於灰色地帶 究竟美日安保條約是否適用於釣魚台 美國政府的態度一直都很曖昧 但特朗普就不是了 現在斬釘截鐵地走出來釐清了 原來美日安保是適用於釣魚台 即是意味著 若然有第三方國家進犯釣魚台的時候 美國會以軍事行動和日本協防釣魚台 這個訊息很重要 其實就是堵塞了大陸對釣魚台的軍事威脅 因為大陸其實都是會投鼠忌器 正如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自己都承認 中國的軍事實力是不及美國 現在美日安保適用於釣魚台 即是說釣魚台又齒路不通 再加上美國現在又對台灣售賣漆武器 所以在沿海地區 已經被美國重重圍困著了 所以為何大陸是要牢牢找中印邊境衝突 這個軍事缺口 因為暫時來說 根本上不會輕易找到第二個缺口 老胡在微博上又說些甚麼呢 他就拍了一條影片 去回應路透社那篇報道 他說路透社的報道說到 華盛頓打算大幅增加對台軍手 一次過授台七種武器 美台不斷往台海釣石頭 釣得多了 那裡的石頭就會變成水雷 台海緊張一天天上升 台灣就會首當其衝 而台灣當局就是抱著水雷當狗生圈的傻佬 好了 老胡另外還提到有兩點 第一 就是一旦老解是揮軍去台灣的話 美國售賣給台灣的武器 都是擺設 第二 美國對台軍手就是對台灣敲足港 即是昆水 這就是老胡的說法 但問題就是 究竟老解武統台灣是否一定贏 我看到台灣方面有一個軍事專家叫尤聲芬 很多台灣媒體都有引述他的說法 他就說 老解在內蒙古有一個叫諸日和基地 在這個基地裡 有一個名為南軍旅的單位 南軍就是國民黨 這個南軍旅 其實就是完全複製中華民國陸軍的編制 在過去幾年間 這個南軍旅 曾經跟解放軍軍區不同的單位 無疑對抗了60場 戰績是怎樣呢 就是老解贏了6場 打和6場 輸了48場 這就是尤聲芬的說法 到底他為這種說法 背後有沒有一個客觀事實作為根據 我就不知道 因為報道全部都是引述他口說 但無論如何 他所說的內蒙古朱日和基地 就是客觀存在的 而且在基地裡還有一座 無異的台灣總統府 平時是被老解進行演習用途 至於他所說的無異對戰戰績 究竟老解的勝率是否真的這麼低呢 就真是無從稽考 無法證實 不過 既然現在美國都是加強地對台授武 而且一賣就賣夠七武器 台灣的軍事實力都會相應增加 怎會像老虎所說 想說敲竹槓或者擺設 如果台灣真的被敲竹槓 以及買了些不等洗的擺設 大陸的反應還不用這麼強烈 應該是掩著半邊嘴偷笑才是 原來台灣這麼愚蠢 用這麼多錢買些沒用的擺設 對於大陸來說是好事才對 還怎會強烈反對呢 其實這一連串的反應 就已經出賣了你真實的答案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